中国国台办日前公布福建对台示范文件21条 提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规划 国务院新闻办为此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会向发改委副主任从量声称 福建已具备连接闽台两地高速通道的工程技术能力 接下来将努力实现 让两岸民众坐高铁就能轻松往来两地的目标 当前两岸各界对两岸基础设施直接联通期盼已久 我们要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实现两岸民众坐着高铁 轻松跨过台湾海峡的梦想 从量最后还列举示范区优点 表示能让更多台湾人因此受惠 不过针对北京当局强调 要让两岸往来与贸易更加便利 并鼓励台湾人在福建买房制产等 外媒则认为这是中共统战新手法 连练创办人曹新成也直言 中国要台湾人买房其实是要进行养套杀 呼吁台湾人不要傻傻受骗 另外也有学者分析 中国房地产业爆雷事件频传 在这时候宣布开放购买 目的是引入台湾资金来救中国方式 盆点中国历年推出的两岸融合措施 从2009年通过的海峡西岸经济区 目标让福建成为两岸区域合作试点 到后来2011年平潭综合实验区 以及2015年的福建综合自贸区等 其实至今都未收到明显成果 大纪元时报引述台湾前工军副司令张延廷说法 指出中共正在大玩心理战 一面强调两岸一家亲 一面却运用武力软硬兼施 国防御学者舒子云则认为 中共两手策略从国共内战时期就开始了 只不过中国目前经济问题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还想吸引台湾人去就业 恐怕无法收到太大的统战承受 记者黄讯阳整理报道 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